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光系列演习为台军年度三军联合演习 据台湾媒体指出 今年的汉光32号演习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光演习 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其中计算机兵棋推演已于4月进行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台军各军种单项操演项目 进行士兵部分实弹演练 10月到11月则进行跨军种的部队士兵对抗演练 而台军近年获得的新式武器都将在演习中登场 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与黑鹰直升机 P-3C反潜巡逻机 自主研发无人飞行系统 云爆装甲车以及爱国者三型导弹 都将纳入士兵演练的科目验证 演习将模拟台湾本岛外岛重要军政据点军遭解放军攻击 台军展开先期战力转移保存 海空联合截击 登陆及反登陆作战 以及最后的本岛城镇保卫战等不同阶段演练 其中台军在22号演习首日的演练项目为战力保存 即模拟战争开打时避免重要战力 遭解放军首波导弹攻击破坏殆尽而进行的转移工作 保存所谓的反击战力 台湾三军针对军种各有不同的演练项目 其中空军执行战机转场 海军执行紧急出港输博 陆军直升机则展开临战补保 23号将在台中港进行台中港重要目标快速防护机动质变作为 24号凌晨在雪山隧道头城段实施雪山隧道封组作业演练 而25号将是演习的重头戏 当天台湾各地将展开多项士兵实弹演练 包括台军驻金门部队实施反登陆作战的联性操演 台军第八军团分别在屏东加路塔海滩进行联合登陆 及反登陆作战演练的联性操演 以及台军在屏东昌龙农场进行的空降及反空降演练的联云操演 蔡英文更是将首度以台军三军统帅的身份视察 而从目前演习已流出的画面来看 此次汉官演习却没有台军设想的那样有效 演习刚刚开始的22号 台军方便承认 其第八军团333旅一辆汉马车当天上午在公路行驶时不身翻落 车上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 而在此前的8月16号 台军564旅一辆CM11涌湖坦克不慎翻覆到溪水中 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惨剧 而此次演习中被台湾媒体大肆炒作的雪山隧道封组作业演习 则更是令人大抵眼镜 在台军的演习方案中 是假乡解放军从宜兰登陆 试图通过雪山隧道所在的北宜高速公路台北市 而台军将于24号深夜首次以夜展方式进行雪碎保卫战 甚至将演习炸毁雪山隧道 阻碍解放军进入台北 然而从目前流出的演习画面来看 台军竟然只是慢吞吞地将捆绑好的油桶和水泥障碍当作路障 去阻断雪山隧道 而如果在实战中 台军首先不会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去布置路障 其次 如此庞大的目标和慢吞吞地布置速度也难以躲过空袭 而更为重要的是 指望以这种类似朝鲜几十年前就不设在三八线上的一战水平的路障 阻挡现代化机械部队 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 当然 异想天开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此次汉光演习刚刚开始 台军海军布雷作业大队 便集结动员命令 竟集结了大批渔船投入到布雷作业 而上一次使用这种手段进行布雷的 是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海军 其战机一塌糊涂 其实 自陈水扁时代 台军开始在汉光演习中将坦克布设在滩头列队开炮器 汉光演习中的这种异想天开的作战模式 便一直没有断绝 究其原因 无论是台当局领导人还是台军自身 都不对台军以武剧统的战斗力抱希望 因此 汉光演习如今其实已流于形式 变成了糊弄外行炒作话题的一场秀 比如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别于过去的汉光演习 都将解放军发射东风导弹和旋航导弹 作为第一波攻势的影响 此次演练将以防范解放军 渗透在台的第五纵队为第一波应对目标 报道称 有台湾国安人士认为 解放军渗透在台的第五纵队可能达5000余人 并称 到处都有很多不该来的人 台军高层也认同此观点 而这一论调势必将进一步造成 两岸局势的紧张和岛内社会的分裂 这才是大家所值得关注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新浪军情事 本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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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